现在我们去医院 今儿她倒挺积极的 不想去 现在几点了 快七点了是吧 大家早晨好 我是蓝蓝 我已经到了计划生育分诊台 今天我是第一个来的病人 我家张哥刚才让人给轰出去了 这儿看男兵指不 这儿不让男的在这儿 一会儿做手术的时候 人家说再叫他进来 手术顺利完成 哎呦 天呐 打不着车 骑自行车回家 咱就是皮屎 今天不做饭咯 我们家老公给买的 这是城南城的虾仁馄饨 二十多这几个 大烧鸡 老沫的树根 还有点心 我都给他吃了 大家好 我是蓝蓝 我今天上午七点半就到医院了 跟张哥溜着弯去的 手术已经做完了 非常的成功 现在是下午 明天就该新年了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因为今天做手术嘛 所以我就玩命的使唤我们家真哥 去啊 给我买烧鸡去 给我买莫斯科的点心 还有树根 还有承南香的馄饨 他就 去了 我刚开始还给说错了 说成喜加德饺子了 傻呵呵的 他跑喜加德去了 然后到我这儿问我 什么馅的呀 我什么馅的呀 我吃馄饨 他有登登登登 往这买馄饨去 然后又上那个城乡 仓主那边有一个莫斯科 老莫的 专门卖蛋糕的地儿 又上那买 然后晚上还给我熬的小美粥 煮的鸡蛋 然后吃了两口鸡 哎呀这个哈 被人伺候的感觉就是好 那我就跟大家聊聊哈 我今天早上做手术吧 因为有人关心哈 这个这个这个 绝经以后的妇女嘛 不是要摘那个 必用环吗 对 还是哈 很多朋友也说哈 你最好啊 绝经一年之内就把它摘掉 因为时间越长呢 她越疼 而且呢 我当时做的呢 是无痛的啊 无痛的就是进去 人家给你打麻药 睡一觉 据说是做胃肠镜的 也无痛也是打麻药 我今天提前经历了一下哈 感觉还好 但就是哈 在进去的时候哈 那个场景哈 然后挺害怕的 因为海淀妇幼保健院哈 外面看着不大 但是一进到里面哈 就手术的地方 好大呀里面哈 然后一个大通肩 然后有床 然后一张一张的床 然后盖着被子 那么人都有的在那睡哈 有的可能无痛的吧 就是在睡觉 不知道事 但有的是有痛的 他就知道 那有痛他都在那 哎呦哎呦 我就这边叫 那边叫 要不就哎呦 又拉了什么呢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 给我吓的 我就堵着这耳朵 他得那个挂那个生理盐水哈 然后那护士给我扎 你坐那 然后坐那了 我就堵着耳朵 他说那个 你怕什么呀 你又坐无痛吗 你怕什么呀 我说你没听见那个人呢 哎呦哎呦的 拉了拉在那叫吗 他说没听见 谁喊呢 谁喊呢 哎呦 护士可能老听这种声音 都听着麻木了 然后他就赶紧叫另一个护士 去看他 后来等给我叔叔 我说在这等着 哎我说行 我在这等着 然后三个女的哈 都比我岁是小 有一个女孩 孩子刚一岁多 然后他是来做人流的 哇光辣脚丫子 我说你怎么连个袜子都不穿呀 多冷啊 去拿袜子去 看我穿丝袜来的 穿上也跟没穿一样 哎呦我说行吧 然后等着呢 还有一个女孩哈 28岁 他是孩子六周的时候 死在肚子里了 哎呀一边说 一边流泪 不知道什么原因哈 他就是在查 同时在把这个孩子拿掉 哎也是挺特别难受 但是有大部分都是去做人工流产的 那做人工流产的也疼啊 哎有的小女孩一看就很小 然后 他也不是一间一间的房子 他大开间 那床都隔着那么一个人就一张床就在那坐 所以呢你都看得见也听得到 哇特肾的哈 给我吓得哈 人家说你怕什么呀 我说我哪知道我怕什么 我就 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胆领大的也做过手术 我没什么害怕 他们岁数大了 反正害怕 就也有可能哈 对他们不太信任还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反正就是特害怕 然后等着上个那个手术台哈 我说您是麻醉师吧 因为刚一开始我知道他该给我打麻药了 我就我就看那麻醉师 我说您麻醉师是对 我也没感觉到他用针 但是我就感觉我身上不舒服 哎呀我说我怎么觉得不舒服 然后他说没事 有人好了 我就不知道事了 等到我就感觉有人扒了我 完了 做完了 我说我这刚闭着眼 你怎么就做完了 然后都说做完了 他们就给我抬到一张床上 你睡觉去吧 就推着那床 就给我推在一地儿 其实我做完以后 我就没睡着 我就感觉很冷 就真是那屋子冷 因为它不是低温吗 它是无菌的地方 它都不能温度太高 然后旁边一个床 那个女的 她就一直在那 哎呦疼啊 男的手就在那哼嘞 我呢 反正迷迷噔噔的 就睁不开眼睛 但是越来越清醒 就意识越来越清醒 那哪还有睡意啊 一会那边有哼嘞 我说这边哼嘞 我说护士你快来 他说怎么了 我说我要走 我不在这待着了 你做完手术 你得睡一会儿 你得歇一会儿 我说我不睡 我回家睡 我不在这睡 我走了 他说那你能行吗 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 他说那你就坐起来吧 我就坐起来了 我就走 走到外面那房间 我就开始换衣服 然后他们就开始叫我们家张哥了 然后张哥一推门 就给我拿外面那羽绒服 那大夫特性 他说那个 妈呀 你这身体素质太棒了 说没有看到像你这样的 刚做完了 您就没事了 说人家怎么也得睡会儿 躺会儿 一个小时 因为他坐这个就几分钟 我前后进去出来 连半个小时都没有 因为人家要清洗 然后人家要跟你聊一些 注意事项什么的 完了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走 我得马上离开这个房间 太受刺激了 后来回家路上吧 他打车也打不着 走着吧 走着 然后那个 我说去 你别跟我一块了 你去给我买车了去 我就治着 我就骑辆自行车的回家了 人家大夫走着还一再嘱咐 三天之内啊 你身边都得有人陪护 就怕你晕倒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挺精神的 这个就是什么呀 就是得益于我的体重 因为在做之前 医生就反复的问 你的身高 你的体重 我一说我160 1米75 他们就挺踏实的 我能感觉到 就很 反正我去看里面的大多数年轻人 都很瘦 现在是不是年轻人都减肥 还是怎么 反正气色都不是很好 可能也加上紧张吧 其实我觉得真的 岁数大岁数小 你都不要去追求过度的那种骨感 就是过度的饮食结构 什么吃青菜 吃什么 你蛋白质啊 什么鱼啊 肉啊 都要吃 只不过你适可而止 还是让自己就结实起来 是吧 你越吃嘴才越壮 尤其是什么呀 你到了有病的时候 你就看出来了 你身体素质好的人 你胖一点的人 你经历一场大病 你能变瘦一点 你说你要皮包骨头的 经历一场大病 你那身体哪扛得住啊 这段事你扛不住 然后就完了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觉得还挺好 我现在就心里踏实了 做非常镜也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里面一旦有膝肉 拿出去就完了嘛 一切正常 这一个多月跑的 行也做完了 也没事了 希望啊 我看有看我视频的粉丝啊 来来来我也坐下了 我 以前啊 一直犹豫 做不做的 我全给他做了 踏实 你赶紧做一个 我那天又看一粉丝说 他们单位检查出两个 80年以后 也就是才30多岁 一个公敬癌 一个卵巢癌 全是晚期 连手术都没有机会了 完了这个人就 才30多岁 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是吧 虽然活着会有很多的压力啊 痛苦啊 但是好死不过来活着 我觉得 好好的活着吧 您该检查就检查去啊 有病赶紧看 行 就这样 在这里我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吃虫 爱事如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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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